吃的健康 食安是民众最重要 也是最基本的要求 守护人民的食安 国民党全力来把关 大家都知道 每一位妈妈都不愿意让孩子吃到何时 每一位家长都希望我们吃到的是 安心健康的食物 这么多年来 国民党一再坚持站在人民的旁边 跟大家站在一起来捍卫我们的食安 民进党却一直指控国民党 认为今天保护人民的食安 不让何时进到大家的肚子里面 是不爱台湾 我相信这是没有人可以接受的 今天我们非常理性的态度 非常用科学的数据 共同来捍卫食安 今天全台湾22个县市的议会党团 都要强力的来捍卫我们人民的食安 为全民来把关 尤其是在我们地方的自治条例当中 要严格的要求禁止任何核食 进到我们市民的胃里面 更重要的是不能够让校园里面 有任何的核食 让我们的孩子来吃到 那整个的要求 从过去到现在 我们都应该要有这样一个坚定的立场 学校的卫生法 再到各县市的自治条例 要严格的贯彻 如果不足的地方 应该要予以补强 事实上民进党竟然会说 现有的法规已经非常完整 事实上现有的法规当中 只有优先使用国产的这些食品 而事实上农委会也公告 只有93%是国产的 还有7%不是国产的 我们不容许任何一丝差错 一定要严格的要求 任何的核食 不能进到孩子的肚子里面 对于我们民众的健康 自治条例更是 地方自治的一个基本权利 行政院竟然会悍然说 地方不能够做更严格的要求 请问所有的媒体好朋友 那样台湾的地方自治还存在吗 今天在台北市 在新北市 我们中央规定电动玩具 在学校是50公尺 新北市台北市要求是1000公尺 难道你中央也要把我废纸吗 这是我们保护孩子的要求 不让电玩随便在校园附近 中央可以废纸吗 我们地方可以要求管制更严格 对于不管住宅安全到我们交通的安全的标准 再到我们食品的安全的标准 到我们生活的种种规范 只要我们是为了人民的安全健康 地方政府当然有权利 地方议会当然有权利通过自治条例 来保障人民的安全 中央禁止的地方不能开放 中央规范的不够严格的地方要求更严格 这是我们民意代表的天职 也是地方自治的精神 请教蔡总统 你懂不懂 了不了解 这是地方自治的一个基本权利 你了不了解 还有7%的非国产的食品 进到校园里面 你了不了解 今天除了营养午餐 还有很多外来的团散业者 来供应午餐 你了不了解 校园里面 还有很多的所谓的福利社 或很多的零食供应 这些孩子的健康 是不是要受到完整的保障 我们为了国民的健康 国民党一定跟全民站在一起 我们全力的把关 再一次的强调 今天跟日本的关系是非常的友好 我们是盟友的关系 我们欢迎所有日本的产品来到台湾 我们也愿意吃很多日本安全健康的食品 但是任何有核安疑虑的核食 我们不能够接受 更不要用加入CPTPP来苦难国人 请问同时在加入CPTPP的韩国 我们的邻居韩国 它的限制有没有比我们言非常多 它的所有水产品 它的规范是什么 它对日本八个县市的水产品是全面的禁止 我们为什么就全面的开放 国际的标准 为什么今天有60多国参加的IPPNW 反核战核灾的这个组织 定定的标准 以及苏包括乌克兰 包括俄罗斯 包括白俄罗斯 这些国家的标准 都比我们定定的这些检验标准更严格 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我们是国际最严格的标准 这些都是需要政府给民众的答案 而不是用任何悍然抹黑造谣 所谓的爱不爱台湾 所谓的走不走台湾进步的路来阻挡 或者是来抹黑所有在野党 为民众食安把关的权利 我们共同努力 今天全台22个县市 包括我们台北市议会 包括各地的议会同步在召开记者会 特别到台北市议会来 跟所有的议员一起来努力 一起来加油 我们共同守护人民食安 国民党全力把关 大家一起加油 今天是我们全台湾22个县市 包含国民党执政 也包含非国民党执政的 所有县市议会的党团 同步召开记者会 因为对于食安自治条例的捍卫 对于人民的食安的守护 我相信所有的地方议会 不分执政非执政 都一定的全力来捍卫 那至于我们各地方 县市在执行层面 前两天我跟侯市长当面 我们见面谈了很久 他一定会全力的捍卫市民的食安 也一定反对核实 包括我们其他各县市长的态度 我们都非常清楚 都是站在市民的角度 捍卫食安 所有的这些县市长 都是反对核实 这一点 我们的立场是不变的 请大家共同来努力 共同来捍卫人民的食安 我再次呼吁 被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长 大家也要勇敢的站出来 定定更为完整 更为严格的执行标准 我举学校的营养午餐为例子 我担任新北市长的时候 当时的教育局局长 就是林一华 大家的老朋友 老同事 我们在定定校园的 所有团散营养午餐的时候 我们就要求 比中央原来的标准 严格非常多 一定国产食材 要三张一Q 并且通令 所有的契约 一定要明定 不可以含有各种的核实在里面 这些都是完整明定的 那如果按照中央的标准 就是这些规范都是无效的 难道保障学童的安全 是无效的吗 我希望不管国民党也好 民众党也好 其他各个政党也好 大家都能够站在人民 跟人民站在一起 团结在一起 来捍卫人民的健康 能够在野党 能够在野党 大家一起来努力 我们在各个议题上面 都应该要团结在一起 因为捍卫食安不应该是分政党 民进党不做 非民进党的朋友 所有在野的力量 大家更团结 就更能够保障民众的安全 不只民生议题 各项议题 我们如果大家能够多合作 多努力 就能够更团结 更能够对抗阿爸的民进党 对抗民主独裁的民进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